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到这里寻找神木 搭乘森林小火车 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可以看遍热带到温带的不同植物巷 游客摸黑早起 为的是观赏日出奇景 再加上壮阔的云海 绚丽的晚霞 共同普成了五奇美景 但是一场莫拉克台风带来连续三天的大雨 却让阿里山山脉土石崩落 满目疮痍 原本层叠的青鸾 因为山崖峭壁 大面积的下滑坍塌 而成为光秃的黄土 云雾中再也不见奔驰的小火车 只剩悬空垂荡 柔长寸断的冰冷轨道 同样是因板块碰撞而形成的山脉 阿里山山脉与台湾其他的山脉 具有大不相同的地质结构 中央山脉行程至少已六百万年 原有露出地表的沉积岩都已侵蚀殆尽 目前露出的是埋藏较深 坚硬度高的变质岩 迟至三百万年前才形成的阿里山山脉 比起中央山脉要年轻许多 地表多是年轻而且脆弱的沉积岩 所以只要发生台风 草雨或是地震 阿里山山脉就容易崩塌 阿里山山脉拥有千年的檜木 俊秀的山岭 深幽的溪谷 险峻的断崖 以及奇岩巨石等等丰富的景观 而这些景观却是与它脆弱的地质 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两百万年之后 阿里山山脉可能也会像中央山脉一样 不再只有脆弱易崩的沉积岩 而变质岩将成为它最坚毅的外表 阿里山山脉宇岩 阿里山山脉宇岩